我現在沒有目標 這是什麼 我看大概又是你的把戲吧 用這位部落勇士的幻象來折磨我 是來幫我的 還是你想看我們打起來 你想讓我以為這道傳送門就是出口 但其實只會害我在這座詛咒之塔越陷越深 但是除了冒險一事 我還有什麼選擇 真的是你 沒錯 我看到你用擁道石逃走了 彷彿已經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要是我用傳送術配合你的能力來離開淵侯 我就可以徹底擺脫這個地方 除非 除非這一切都是殘酷的軌跡 我們會勇敢面對任何挑戰 贝恩 感谢圣光 你还活着 珍娜 很高兴见到你平安无事 虽然我在复远中 但我得承认 渊猴的恐怖记忆挥之不去 我懂你的意思 有索尔和安杜因的消息吗 我们得回到托加斯 然后 恕我直言 普劳德摩尔女士 你需要好好休养 让冤侯行者去继续寻找其他人吧 你说得对 大领主 我相信你的判断 勇士 我欠你一份情 虽然我们曾经互相敌对 但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共同的敌人 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拿到了必要的工具 我们必须开始进行准备 把它交给我吧 你已经见识过它的能耐 在它坚信自己的理想的时候 只要我们多一点耐心 说不定会有意料之外的收获 很好 既然武器到手了 接着就是要好好打破它 这场折磨 总算结束了 我受够这个地方了 我们走了 冤侯 我们还记得啊 感觉好像已经是很久以前了 已经逃离了炎月之主 没错 记忆变得更清楚了 永到时 我们逃脱的关节 我的朋友啊 索尔 赞美大帝之母 很高兴你回来了 兄弟 看到你平安回来真是太好了 索尔 我立刻传讯给阿格拉和摄政王 情况恐怕不乐观 贝恩和我都清楚炎月之主 所带来的恐怖 我在那个地方看到的一切 经历的折磨 战时 别去想 至少 现在不要 我会尽全力帮助你 索尔 你知道他们把安杜因带去哪里了吗 大灵主 你已经窥探陀加斯 也指引冤侯行者通过危险之处 我请求你继续寻找安杜因 找到你曾经誓言保护的那个男孩 这个要求会将我们所有人都置于险地 我们要一同对抗黑暗 我们必须恢复平衡 我们必须恢复平衡 呆得还习惯吗 我知道这里的环境不太理想 其他人呢 他们平安吧 平安 不 我想他们说不上是平安 我真是受够了 你的把戏 那好啊 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 你是我们达成目的所需要的武器 我可不会成为死亡的工具 因为你偏好生命 是吗 那微不足道的瞬间 残酷的每分每秒都只是拖延 你在这场无尽的挣扎里 就很无瑞恩的仙人羽样 注定无法幸存 你非常清楚 世上没有公平 活着如此 死后也是 所以我们要破坏这一切 破坏栏又如何呢 每个人都会受苦 西娃娜斯 但摧毁一切 便不能抹去痛苦 哦 看来你误会了 我们要破坏的是 有瑕疵的系统 重新塑造 公正的世界 你难道要我相信 一直以来 你是为了正义而战 啊 该怎么说服你呢 从出生直到死亡 我们的一切都命中注定 但是 思后的来世 更决定了我们永恒的遭遇 我们连要跟谁都 我们不能 掌握任何事 但言喻之主 让我们有机会 掌握自己的命运 你好好看清楚 你 盟友的真面目 你难道不也是他为了达成目的 所需要的工具吗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要么自愿加入 或者被迫服从 我以为你相信自由意志 希望纳斯 我们从来就没有自由意志 小石子 但改变 终于开始了 黑暗的日子 恐怕还没结束 安杜英 是武器 这是什么意思 至少她还活着 看似毫发无伤 不管那个女妖有什么目的 她都不会投降 安杜英拥有强大的圣工 她一定可以撑过去的 西瓦纳斯只是在玩弄她 她说过要毁了一切 她应该不是认真的 对吧 我不知道 还是要小心行事 随时戒备 那座塔的一切事物 都充满了炎狱之主的恶意 只要她认为自己的奖品受到威胁 就可能会决定抛弃她 那我们更必须耐心等待 冤侯行者继续利用各种手段 削弱炎狱之主 等到时机来临 我们就会找到安杜英 带她回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